我们的正念心如同一面镜子 镜子有了灰尘就会失去光明 修行学佛必须要具备正知正见 勤修界定会 以佛心为己心 以佛心为己心 以佛言为己言 再进一步检讨反省 使当下正念心 没有贪心 称心 痴心 无名 烦恼 遇到任何境界 都不执着 不取舍 使心清静 由清静当中自然产生智慧 我们说要远离贪症痴 一般人都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我们眼睛一打开 就向外看 就向外求 没有贪症痴怎么突出我们 再往前走呢 可是佛说要断除贪症痴 求这个界定会 那我们先把界定会搬在旁边 就看贪症痴好了 其实大家正面追求这些明文立扬 但是说小学就讲过 我们读书是要做大事 做大官吗 其实这个事情呢 有它的一个因果法规 不一定说像如你所愿 那我们今天要演于贪症痴呢 你就要看懂 看破说 人生就像一场梦 反如一出戏 这个梦有结醒的时候 这个戏也有结束的时候 当你要追求这个贪症痴的时候 你要积极追求的时候 那种心理交配 我相信当事的一个了解 到最后我们是为何而战 威胁而努力赚这种钱呢 当有一天你生老病死的时候 才知道说 哎呀 生死多为别人忙 这面心如同静子般 镜子有灰尘 就会失去光明 每个人都有这面宝镜 可是这面宝镜 从过去到现在 总是一直在起心动念 起贪春痴 慢移邪见 所以保持萌尘 蓝夫的心好比一杯浊水 因为水混浊了 所以这个水不能喝 不能看 也不能照顾 时钢新闻记者 赖金融台北采访报道